面对民众抹黑脸书指控 韩国瑜决定宽大不提告 林先生前一秒给人感觉真心忏悔 但是很抱歉 没想到一转眼 开始强调自己是国民党员 此况一出 民进党疯狂痛骂韩国瑜 找来党员抹黑自己 搞自倒自演 但仔细看看这位林先生的脸书言论 从现任党主集吴敦毅 到县市长参选人几乎无一幸免 他痛骂的全是国民党 而夸奖关注的都是民进党 俨然就是深绿铁粉 哇终于抓到他是国民党员 结果下午发现他不是 他根本不是国民党员 然后马上又大家都不吭声了 全部都不讲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荒唐的一件事情 有必要用这样去刺激选情吗 党员抹黑党内候选人 外界风声鹤唳 直说言很大 韩总淡然处之 显然没往心里去 我们再重生一遍 这个林先生是谁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写这个或者传这个 我也不知道 他来道歉 就一切就烟消雾散就结束了 跟言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网路抹黑风波看似平息 台面下依旧暗潮汹涌 再度成为选举澳部 上演一贯的丑陋戏码 记者综合报道